這麼高檔的機器也會出現這種情形的話 就要知道他們的烤漆怎麼樣 要等到原廠那邊直接去做 比較正面式的回應 你沒聽錯iPhone7霧面消光黑 居然會掉漆 到底怎麼一回事 黑色機身背面有好幾塊小斑點 iPhone7消光黑的機身 表面黑漆脫落 露出銀色金屬底層 不少國民在網路上 PO出消光黑的掉漆照片 包括手機底部 還有音量鍵周圍也出現落漆 有網友無奈的說 就算用保護殼保護手機 竟然還是出現這種狀況 其實是有部分用戶 在Apple的論壇上回報 才剛買沒多久 就碰到掉漆的問題 只是蘋果卻回應外觀受損 不在保固的範圍內 金屬的部分 不管你是做任何的處理 你只要有碰撞到 那你還是有可能會掉漆 你常常把你手機跟零錢的那種錢幣 放在一起久了 你可能放在包包裡做相互摩擦 摩擦久了還是會掉漆 事實上不止iPhone7 過去iPhone5上市也被部分用戶發現 後蓋的鋁合金材質容易掉漆 iPhone6s更曾經爆出氧化問題 機身背面可見 鏽機斑斑 蘋果追求品牌質感卻屢屢傳出掉漆氧化事件 以及在手卻不一定能完美擁有 讓這些股迷們真的是藍瘦香菇 記者正宗 李文科台北報導